阿弥陀佛大家好 这里是联生活和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228集的播出 今天天气凉爽 不过中午吃的好饱 才四道菜 跟师真师母还有几个适者 六个人吃饭 知道怎么吃四道菜大家都吃不完 大家的胃口都很少 但是菜很好吃 好多青菜 晚餐吃得更饱 吃太饱了 现在有点想睡觉 不过为了读书会一直打起精神 不过大家请放心 那我们节目一开始 想跟大家播放一首歌 大随求佛母 大随求佛母 他有随求八应 所以师在讲大随求佛母 不是随便求一下 他是真的是满众生大愿的 观世音菩萨 他是观音的化身 我们来奉请大随求佛母 下降 奉请根本传承放光诸照 对 陈迪燕你昨天写的诗怎么不见了 你给人家拿掉 对不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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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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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是《联生活博文集》网路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228集的播出 那大家继续再听这首歌一次 我们同时做网路的分享 在现场分享 把讯息能够网路同步直播 到其他的脸书或者社团 现在为大家播放的是 大随求佛母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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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为大家报告 好,下一集同门的留言 那下一集,我看看 第227集同门的留言 今天也跟师尊训母报告 师尊,你星期六讲说 你要带着吉他去世界环境旅行 还有去喜马拉雅山 好多地址都好舍不得离 师尊好多地址都留言 请佛祝师 那那个,哇,你去真会帮 那个八九,第22世老板娘 还有大家,等一下我会点你们的名字 先跟大家报告 上一集大家请佛祝师的圣化 那个陈宁生说 师尊,你是我们的明灯 照耀我们生命的光辉 知之地走那闪亮的新灯 让众生有安稳 我们的心在哭泣 因为你是我们的根本,我们的对手 向您祈请,请您注释 何文宴 他说,师悲心话词语 自认地者心灵 说法无尽便虚空 佛子全心来灵听 肉肉发一认心前 祈请示,尊常注释 刚风力 莲花化身趁月来 生花庙里诸基 活得精彩自在乐 佛法精英时方传 还是请佛注释 梅连也是说 佛法难闻,经以闻 人生难得,经以闻 弟子全心里全意 请佛注释,转法轮 胡林峰 胡林峰 君兄明 Andy 还有Anchon Ling Emme Jew John Ging-Jong Kim 还有Julia Shea Yin Lin John 等等 陈宁云 都是在请佛注释 罗利华说 师尊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即使师尊说要退休 但是师尊还是不会离开我们的 脚前的灯 好像是基督教的 祈祷上帝的 不错 东梅书让我们一起请佛注释 雪丽令 水莲 还有甘风力 还有黄敬仪 Yoga 路 悔 狗 菲 菲 菲 罗 Yomela Susantra David 罗德 都是请佛注释 何文艳 师尊佛光 无所不在 诚心祈求 念上师心咒 会有感应 任成说 我等这么地 子都应该要请佛注释 否则这一世一离开一别 我们往身后到哪一世 才能够再遇到师尊 薛雅芳说 师尊是永远不会放弃我们 师尊永远都在我们的身边 Julia Shea 众委会现在正在进行宗派的教材编写 师父不要退休 要看着大家努力把宗派教育都做好 罗丽华 说 师尊的出现是宇宙安排好的 师尊很棒 他的喜乐是真佛中的永恒 东梅说 只要我们每时每刻都想念师尊 念师尊心 这有师尊都在我们的周围 屈丁妇 你告诉Vicky师姐的一些事情 还有你有讲说 你以前也曾经在梦中梦到 有人跟你讲师尊是我们这辈子 共同皈依的师父 这个梦醒了 其实在世间 这个醒了的你 其实我们在这世间轮回这么久 并不是没事都能够遇到师尊 学习到佛法 唯有因缘成熟才能够相遇 梅连是不是 也是给这个讲说 这个师尊说过 弟子念我 我一定会到 丽莎令说 感恩师尊大家词 祈请师尊 祈请师佛云忧四海 法报应身佛 无时无刻 永住在五等心 王连珍说 只要我们时时刻刻意念的师尊 师尊就在我们的身边 以上是同门的回应 可是好像今天的贴文 我在我的脸书的贴文 还有很多同门 也是陆续在回应的 那等一下再跟大家报告 先看哪些同门上来了 陈青梅 祭真 波瑞光 雍艾力 生理 爱业 薛亚方 唐力 丽琪 你在哈哈哈哈怎么 张亚筹 生理 吴轩 还有波瑞光 红军豪 雍艾力 对不对 还有 布花匠 李奇说这歌很好听 对不对 西里狗 还有阳光五共团 蔡美乐师姐 宝妹 布花匠 雪里扎 李明宝 您的亲切和蔡 您的亲切和蔡 等一下我看看 一贫一笑 一举手一投足 解救众生的三千烦恼 不怕艰难 不辞辛劳 不分昼夜 无私的爱与关怀 请佛住世 会救过 郑天宝 来听课了 君勾 吴志在师兄 爱玲梅 David Lotus Karen 还有陈迪燕 你写的诗 你写的诗 写完不要拿掉 你昨天写的诗很好 你写 妙音法 与便虚空 春风话语 撒人间 丽丽珍珠 金句子 丧师辛劳 喜奉献 独具一格 来分享文集 推广劫善缘 佛书芬芳 随风飘 天涯海角 处处乡 欧狗联酸 吉迪奉 艾米旧 水莲 殷尼珍 还有 附师 灵附师 景 师姐 Rac City 艾米旧 君勾 还有 刘惠芳 东美 按到手算 请佛住世 然后 请佛出世 佛体安康 连身佛 住进 沙婆 吴时柱 世间真佛 常住世 甘令 李奇 可爱的李奇 还有 八九帝王谢德 可爱的师姐 Angela Fong 听了大随求菩萨 咒音 心情好放松 他非常柔 胡林峰 苏仙家 先上课 还有 TC Tc C S C S 孕 昨天人比较少 他可能以为说礼拜天晚上没有读书会直播 其实这个时间我会看时间 那一大早都会公告 那昨天是有直播的 CF Wong Quinny 对不对 还有 水莲 问候大家 TC 还有 这个谁 美月 卓孟婷 李珠 上来了 黄田 朱 刘 朱文 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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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开方便 让很多的弟子来到台湾 除了护持师尊的法会之外 也有开放给大家共参朝圣 表面上是共参 其实朝圣的意义更大 因为各单位到场 在共参的时候 会跟师尊报告法务 祈求加持 也会请教师母 关于法务的问题 而且共参的时候 师尊会讲下话 也会像师尊师母 就像大家长一样 会跟大家闲话家长 所以共参晚的弟子 他们很高兴 都纷纷来感谢 他说 以前都是圆圆的看到师尊师母 共参的时候 才能够很亲近的 近距离的看到师尊 甚至共晚餐之后 还接受师尊的摩顶 他们可以献哈达 得到师尊的加持跟摩顶 很棒的 那目前的各单位 人数来得最多的 竟然是马来西亚的单位 来得最多 那其他呢 世界各国都有 详细的报导 在今天我个人脸书的贴文 你们看看就知道了 张一花 马一辈 这个 朱莲学 国家的色列 罗俄立 锦織 河俄立 罗俄立 罗俄立 罗俄列 罗俄立 罗俄立 里契 罗俄立 谢谢你哦 谢谢你 过几天就见面了 对不对 你要参加四月八日 大义学会见雷上师的立中文法会 对不对 欢迎你们全家跟爸爸妈妈来哦 Vicky 以及OK Grease ZKL 还有王国贵 请佛助世 Jennifer Way 请佛助世 永传法轮 佛提安康 还有张依华 跟风力 那今天的节目 要跟大家再讲个故事 你们家有没有老鼠移民到你家 小老鼠 对不对 小老鼠上登台 偷油吃 下不来 咕嚕咕嚕 好像听说又混下来 以前的绕口令 你们怕不怕老鼠 听说纽约 有一个新闻报导说 纽约的老鼠 有小狗那么大 听说是某个科学实验室 实验室失败之后 不知道怎么样 那个动物变很大 老鼠像小狗这么大 吓死人了 有一天师尊的家 既然很多老鼠 可是师尊怎么解决这些的 跟大家报告 老鼠 叫134页 师尊在美国住的地方 有一段时间他是住在靠近山里面 你想想看 美国西雅图你们去过 对不对 那个车子沿那个什么 比尔瑞 沿着Semimish Lake 山里密西湖 沿路的房子 非常的漂亮 好像这个房子是住在森林 有树高高的山木 然后里面有房子 非常的漂亮 可是师尊讲靠近山的房子怎么样 师尊叫他南山 南部的南山上的山 那是一个小社区 大概有50户人家 6000平方尺 房子很大 建筑的格式也不一样 算是有名的社区 刚开始师尊住进去 非常的享受 里面 哇 这个靠近山的 不会像我们这个台湾的都市 像鸽子龙 都市化的都市 都市化的住宅社区 像鸽子龙一样 到处一格一格的 但是呢 在外面 在靠近这个山区的房子 一打开窗户 哇 绿色的森林 绿色的山 一切都是绿色的 夜梦安田 环境优雅 让人家睡得非常的好 心旷神移 一点点声音都没有 可是呢 后来师尊首先发现 他自己放在棉被的储藏室 发现了有几粒 花生 花生的壳 师尊很惊讶 这一通花生米到这里来吃呢 任何人都不用怀疑 师尊讲 花生任何人都可以吃 也不管 也不用管制 为什么 到底是谁吃花生米 吃到师尊的那个放棉被的柜子里 那是谁 师尊讲 不用说了 一定是老鼠 尤其是同一个地点 发现了老鼠的屎 那师尊讲说 他是修行人 他也不想杀神 首先就不理会 可是这个问题 有没有解决呢 我们来看同门的留言 李奇说 上师晚安 你明天要读书 很快就见面 好 要早点睡 欢迎有空上来 跟我们大家问候都可以 林静兴 Marianico 何文宴 东美 4月7日8日 你也会参加法会 又可以见面了 东美是来自哪里 对呀 以前说老鼠 亮亮以前很小的时候 就叫做老鼠狗 像一个巴长大 亮亮是 那个叫做什么 你们那个叫吉娃娃 吉娃娃的狗 孙万 还有傅司令 何文宴 伊林亚 我们的师母很慈悲 期待再次与师佛共餐 SK本 沈师姐 丁丝丽丹 Marianico 还有林静兴 陈静顺 张妙柔 夏切吉 那么 这个师尊家里面 有老鼠 第一次师尊是讲说 算了就不理他 因为师尊是学佛 拜佛 不理会这些 可是老鼠会走吗 听说老鼠很会生 一次就生一窝 然后一窝再长大 再生第二窝 不是生第二窝 我是这一个窝的老鼠 再分成两窝 两窝生四窝 四窝生八窝 八窝生十六窝 八 就生很多 这是我想象的 那反正呢 师尊呢 再谈成修法 然后修到正行 进入到三魔地 然后闭上眼睛 就听到 老鼠在叽叽叫 师尊张开眼睛一看 有一个小小的毛茸茸的东西 两个眼睛 咕噜咕噜的 对着师尊的眼睛在看 还有呢 还有两只毛茸茸的小东西 正在楼梯的栏杆 走S型的 你刷我 我追你 走一来追去 然后栏杆是直立的 那那个老鼠在那边 滚来滚去 正在叽叽叽 师尊看住他 他两只老鼠 不是两只老鼠 两只老鼠 小咕噜咕噜的眼睛 也一次看着师尊 毫无畏惧 两个绿豆小眼 乱乱的瞧 东瞧 西瞧 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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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叽 那师尊呢 对他们这一类的表演 本来是不屑一顾 可是呢 这两只老鼠 这些老鼠 把佛教徒的宽容忍耐及高峰亮节 变成了他们得逞的机会 变本加厉了 而且更过分的是 小老鼠居然在师尊的家的沙发椅做窝 然后呢 还有乱放老鼠屎乱撒尿 这个饭床上都是被他们撒野了 咬破什么热水器的管 热气管 白天也在客厅里面玩躲猫猫躲来躲去 咬破衣物对人张牙无佐 实在是非常的猖狂 对不对 要是你们家遇到老鼠 这要是跑来跑去你们会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同盟 王子欣、苏德福、明洋、邱庆贤、 Yogi、Alim、张妙柔、苏森莉、 Diamond、Annie、Law、WS 乙欣说 她带出门很好带 你说那个亮亮 对不对 YOS,终于节 乙欣 小吉娃娃只要一包大概可以吃一个月半 乙欣 乙欣说 天竺鼠不知道有没有同盟养过 我就养过天竺鼠 我那时候在这个毕业 然后去上班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 就养了天竺鼠 天竺鼠大概有这么大只 然后我下班了 然后这个把他养在箱子里面 他听到我回来那个机车的声音 他就会 他会认着主人 后来我这个去了西雅图 去了美国洛杉矶 然后再到西雅图 这天竺鼠看不到我 然后因为平常都是我在喂他吃东西的 他看不到我 然后家里的人喂他吃 他都没有胃口 后来竟然死掉了 我不知道动物会认人 乙欣说 乙欣师姐吉娃娃的饲料 一包可以吃很久 对你们在讨论饲料 Low WS Carol 还有东梅 期待会计上车读书会 办共餐 我一定请假参加 我告诉你放心 每次共餐 一桌里面 都有好几个是读书会的会员 我们的会员早就已经进入到师尊的共餐里面 所以你要什么共餐 都有每一天都有那个读书会的会员在里面 小Jacky的Alice Bang 甘封利说 东美是香港的同门 上个礼拜里有见到你 对不对 是是 柏同 家里老鼠住在抽油烟机上的甲板 那个是煮饭的地方很脏 晚上才出来 哎呦 我不知道怎么办 以及说吉娃娃很小吃 辛 修 鳌 还有戴帽远章妙柔 曾经说 林静星 读过了 对不对 哇 Nicoline 还有认诚 我用捕鼠龙 他们聪明的很 不禁龙吃肉 所以就抓不到 他们有一次 他说 用一个高高大大的桶子 非常高的 然后有一个木板 然后斜放在地板 然后那个桶子里面丢花生米 然后老鼠就从这个木板爬上去 到桶子 闻到花生米 都就跳下去 然后吃花生米 吃完之后就跳不上来 就在那边跳跳跳 有人是这样子抓老鼠的 Jennefer Way 你有 我有4月7号8号去台湾 哇 鬼叫过 抓起来 我把他杀生 以前还没有皈依 对啊 KF 以后再有杀生的 还是要修法 念往生就给他回向超度 认诚说 期待 上师赶快告知 是用什么方法来赶老鼠的 这非常特别的 这只有师尊的功力才做得到 就这样学 读书会的会员共餐 是个不错的主意 Plus One Juan Fong Gee 还有 这个 谁呀 Guan Fong Lee 说 因令 我在二月台 提议读书会同门和会议上师来个聚餐 那共餐 你们自己去组织 在组织多少人在跟我讲 陈迪彦 上师我的诗还没有拿下 怎么不见的 对你昨天 选了那个请留下来那首诗 到哪里去啊 我去找都找不到 你赶快在天上来好吗 罗同志 Annie Susan Jan 我试过从我的脚背上走过 吓到我 老鼠从你的脚背上走过 哇 我把脚放在水桶里一直洗 那个网路上还有什么 那个也是老鼠 像人一样 在洗澡 洗各自窝 洗背部 你们有没有看那个影片 哇 好像哦 有人说真的 有人说假的 好像是在秘鲁 有人拍到的 师尊说 好像有说 他说修行最好不要 不知道要说什么 陈迪燕 哦 那个陈迪燕 请佛助士 请留下来 对啊 请留下来 哇 你这篇 对我一直在找你这篇文章 都找不到 我看现在能copy 也copy不到 哇 等一下 你们谁帮我copy一下 不要把它又不见了 这种诗写的很棒 好 一包饲料 也念过了 这个Annie有看到罗立华 李爱立给他们喝之前 有告诉孩子可能很快就往生了 结果真的 好 那个轰封中好像有听过 修行人如守在家菩萨界 最好不要养宠物 会有那个不饲养宠物界 菩萨界里面 因为如果对宠物起了 称心等 都可能犯戒条 因为众生既有佛性平等 刘欣灵 张寒心 可以请专业人士来抓老鼠 不算杀生吗 我告诉你这篇文章 师尊有请专业人士来抓老鼠 跟大家报告 认诚说我不想杀他 只是想抓到他 把他送到山边放生 那你就照我刚刚讲的 用那个桶子的 那个高高的 很高很高的桶子 抓看看 这个水连都喜欢听 会去上司说故事 好好听 觉得自己像小朋友 很幸福的听故事 谢谢你 我们带仓鼠照片给师尊灌顶 拿师尊大杯水给他们喝 很快就往生了 可能离开出生道 好 到底是什么方法 同门都一直上来 今天同门又开始有很多人 Menisabden 李静黄 江威风 Longhen 花太郎 可以去晾饭店 买点年薯板 抓到老鼠 可以抓去外面 晒太阳高温之下会死掉 哇 这个 这个还是很可怜的 江风气 不过 这个 家里也是要打扫干净 真的如果是靠 住进 靠近田边 山边的老鼠的确是很多 好 很快跟大家讲 后来师尊是怎么样把老鼠赶走 然后呢 刚开始师尊呢 也不理会这些老鼠 以为了他们就是可以放纵了 但是这个 以为他们就是这样而已 那可是呢 他们 师尊讲什么 山中五老鼠 猴子称大王 师尊不讲 家里不养猫 老鼠也翘翘 他找来了 美国的灭老鼠的灭鼠专家 那灭鼠专家就讲 这个山区老鼠很多 前山一户人家 我一抓就抓了二十七只 师尊问说 那是活的还是死的 用药啊 再到地下 是一找找了 一共二十七只 师尊就讲说 那我可不可以捉活的 把这个老鼠放生到山上 那个灭鼠专家就讲 抓活的 我不会 用药一定死掉 有一种药呢 老鼠喜欢吃 吃了之后 一定口渴 就会找水喝 就死在河沟的 那个水沟里面了 那师尊就讲说 那能不能撒药 让他们不要进来啊 这个专家讲 老鼠很聪明 他也会穿地洞 所以师尊的专家 一句一句在讨论 可以知道说专家 灭鼠专家 绝对是让老鼠致命的 那师尊是想让老鼠 就是赶到家里外面去 赶出去就好 不要再进来家里面 看看有没有什么药 可以放在外面 可是灭鼠专家 却说是没有办法办到的 而且说老鼠非常的聪明 你这个周围 你放了让老鼠不要进来的药 可是他会钻地洞 从那个地洞钻下来 钻进来还不是一样 这个时候 师尊讲坦白说 我家的老鼠 除了不能够开冰箱之外 已经无法无天了 他们称王称霸 那在师尊的家 像中悟空大闹天宫一样 一群大小老鼠也跟在后面 摇提纳喊 叫叫嚷嚷 不过呢 师尊现在 师尊现在的家 还有没有老鼠 还有 还有几只老鼠 而且那老鼠会开冰箱 如果你们有看那个 礼拜六师尊的佛法开示 那个师尊家的榴莲 被大老鼠跟两只小老鼠 把他吃了 其中一个就是哈比人 就是我 给他吃 啊 好啦 那怎么办 那这个老鼠都都赶不走嘛 对不对 好 我们先看同门的留言 周明荣 Amy 不丢 Amy 就上次讲的精彩生动 令人感到非常发喜 博童说 老鼠有可能是那种东西变换的吗 因为只有听到天花板有声音 从来没有出来吃东西 洪顺凯 还有乙兴 美国老鼠这么聪明 会开冰箱 没有啦 那个没有开冰箱 中种 Joy Serena Jong Ju Mian 林法莱 林何亭 李爱立 说老鼠都变成兔保鼠 兔保鼠多好 陈淑慧 Vicky 老鼠确实很可恶 我自己输老鼠都讨厌他 叶慧婷 黄小桥 萝莉花 莲花 菊花 美丽撒 灰丢过 上次很妙 张德云 任成说 我曾经持宋金刚 就想请金刚护法去下老鼠的灵魂 就不会进屋子了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用后 可是后来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好像不见了 那还是有用啊 对不对 刚风利说 李爱立相信只有财神的土保鼠最受欢迎了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 黄财神的老鼠可以捅售 好 那么没有错 是说这个老鼠赶不走怎么办 突然想到 三八拉 黄财神 对不对 黄财神不是手握了一群土保鼠吗 黄财神一定可以对付这些很嚣张的老鼠 于是世尊就念 黄财神的老鼠 黄财神的老鼠 三八拉 把土保鼠放下来 土保鼠就把这些坏的老鼠 赶走赶走 真的非常的灵业 这个土保鼠很大只 小老鼠那么小只 然后赶快走赶快走 就把他赶走了 而且很灵 土保鼠赶走了之后 世尊的家里就没有老鼠了 所以你说什么赶走老鼠 我这里有没有黄财神的心咒 有黄财神的心咒 我们来请请黄财神好吗 如果你家里面有老鼠 请请黄财神的老鼠 土保鼠赶走你们家的老鼠 然后呢 如果想要发财的话 请请黄财神 家里面有老鼠 开冰箱的是慧金上司 没有错 土保鼠欢迎你来我家 你爱你 王三马拉 擦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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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三马拉 擦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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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三马拉擦来擦来擦来 土保鼠赶快探走大老鼠 我唱一段就好了 大家都很开心 已经说这么说来 师尊师母家的老鼠会始终更远近 没有错 师尊讲说师母是大老鼠 两个happy人是小老鼠 现在那天又有人送榴莲 师母说老鼠赶快来试吃 看看有没有坏掉 梅诺诚子说法会为畜生灵报名操生脱口往生净净 还有与佛共参明年二月是吗 你在问谁啊 可以通知你吗 最后有老鼠可以赶走吗 与欣说 对哦 我都不好意思说那两只老鼠 我好像认识 我还没机会喂师尊那两只老鼠 也会念经的那个 没错 讲老鼠会讲到自己 上师那有没有智蟑螂的咒语 师尊的福有那个从舌不入乌福 那你可以写信跟师尊祈求 从舌不入乌福 但是蟑螂对不对 蟑螂是怕香是不是 蚂蚁怕酸 然后蚊子怕辣是不是 你去google搜寻一下 有时候你家里放那些他们怕的东西 还有家里面也要保持干净 蟑螂会灭除很多 那有一些家里的排气孔 蟑螂会爬上来的 也最好用东西把它盖住 那师尊有从已不入乌福 蟑螂会爬上去 上师这星期六 你有需要去比赛锤球 不能研究ZUX 下一周再听你的上师好 吉祥万安 开心的前属 姚 江梁 有人说我长得像詹巴拉 你真很像 江梁 吉祥万安 哇 你们又在讨论什么 讨论共餐是不是 Jennifer 不是明年二月共餐 我是说 是我上月在台内 有提议大家读书会 同盟聚首互相认识 表达大家的想法 你们如果想要共餐的话 你们自己去讨论 自己去讨论 自己去召集 如果有空档 我会帮你们安排 陈林真太妙了 什么样的老鼠都出来 连黄身 甚至土宝鼠都来助阵 黄小强 这篇故事是非常的有趣 好 在下一篇跟大家介绍 也是非常有趣的故事 挖这20分钟 这几天你不要卖鱼 这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 这几天不要卖鱼 叫卖鱼的摊贩 不要卖鱼 是什么原因 世尊又想要救度 什么样的地址 后来有没有救度到 在这篇第142页 世尊讲说 他到了西部的港口 反正有个地方的鱼港 那个大型的鱼市场 鱼市场就很多鱼 那个味道非常的呛 那世尊不是为了买鱼而来 他是绕着鱼市场一周 面咒观想结意 那这些鱼虾的神士 咻咻 整个就飞起来 整个虚空都弥补 就不满了被超度的鱼虾海鲜 世尊讲那个盛况 有如什么蝗虫过季 整个天空 整个天空都是这些鱼鱼虾鱼 还有这个海鲜的鱼 那把出生的红太阳 都把它遮掩了一样 大家可以想象的到 成千上望 乌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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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是莲花夫犬 你的弟子啊 师尊说 想不到鱼市场卖鱼的人 也有师尊的弟子啊 那鱼方就讲 有师尊你来买鱼啊 我有这新鲜的 我供养你活鱼 那师尊就笑了 他说 我是来买鱼 但不是来买有形的鱼 是来买无形的鱼 弟子说 有无形的鱼吗 师尊说 众生皆具主 如何会没有 所有的众生都有灵魂 意思是这样 那师尊正想要离开的时候 这个鱼饭 卖鱼的弟子就讲 师尊 请留下一句话来送给我好吗 这个弟子还很聪明 知道说师父来了 还可以请求师父试语法语 可是师尊 到底要试给这个弟子 什么样的话呢 我们来看同门 留言哟 罗丽华 是有效 翻线 然后旅美春 对不对 暗土地针也可以治香港脚 刘欣灵 还有这个 林毅针 东梅 你们在讨论什么 赞成 上须有没有就可以赶走我的香港脚 他有分 香港脚 其实他有分 每天除了要保持你脚的那种干净 还要可能有的时候还要穿特别的定制的袜子 然后要有一些药粉 药膏 常常要涂抹 要把他清理 去外 看他的严重程度到哪里 还是要找医生诊治 师尊的画符也可以求师尊给你这个符 至少经母致病种符也可以 然后香港脚也是皮肤病 按土地针也可以 好 香 红 肉 对不对 好像哪里有看过红柴神的法像 有拿老鼠 黄小乔 太妙的什么 什么样的老鼠都出来 连黄柴神的老鼠都来助阵 还有 妈 杰林 环 玉玄 王丽玉 谢谢你的问候 好 那反正呢 这个弟子 我翻到哪页了 那就是这个卖鱼的弟子 在本来想供养师尊活鱼 那师尊说他是要度 要买无形的鱼 其实师尊是要度无形的鱼的幽灵 所有海鲜的幽灵 往生净土 那弟子呢 问明了 那知道 大概知道师尊的意思也好 不知道师尊的意思也好 反正师尊要离开了 弟子赶快祈求师尊送给他一句话 师尊呢 看到弟子 印堂 居然发黑 哇 师尊跟他讲一句话 就是说你这几天不要卖鱼好吗 弟子就问哪几天 师尊讲这三天 有什么事吗 弟子很好奇 师尊讲不知道 那卖鱼的就讲 卖师尊 卖师尊 你总要给我一个理由 我可以不卖 我一定听你的 可是三天不做生意 我家里的人 我对我家里的人一定要交代 那弟子也很担心 然后又一直祈求师尊 可是呢 师尊能够暗示 能够讲 已经很不容易了 因为有些事情是有因果 所以师尊看到他 那个印堂发黑 师尊想要讲 又讲不出来 因为呢 这个天机还是不可泄露 师尊只能暗示的 师尊讲说有玄机 那弟子还问说有什么玄机 师尊只要说不知道 然后哈哈大叫就走了 但是师尊告诉弟子 多念高王经 趋吉弟兄 灾难退散 那弟子就叫 师尊我有空就念了 那师尊就是这样子就走了 可是这个弟子 到最后有听师尊讲吗 师尊要这位弟子 三天不要卖鱼 可是呢 这位卖鱼的弟子 并没有照师尊的话去做 停止卖鱼三天 他没有停止 在第二天 他卖了很多鱼 其中有一条叫做河豚 河豚 这个台湾话叫气龟 对不对 你惹他生气 他肚子就 就脏起来 那他卖了河豚 有人买回家里面煮 结果河豚的毒中毒了 全家中毒送到医院治疗 警察就找到卖鱼的人 正好是这一位弟子 那弟子就讲 根本就不知道河豚有毒 根本就不知道河豚有毒 冤枉啊 但是河豚有毒的这个事情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一般的日本料理店 要卖河豚的厨师 都知道如何处理去去这个毒 但是一般的家庭 并不知道河豚中毒案 于是就官司缠身了 卖鱼的弟子非常后悔 当初为什么不听诗子的卦 这一篇文章 Sabrina Jen 已经说河豚是真的 要有会处理 不会有的话 最好不要去买 也不要去卖 亮光年花 就要去 家梁是不是 在地台雷大义学会摊位前 跑来跑去的那个小弟弟 你们自己去认吧 明亚利 记得师生曾经到 南美洲的国家的某个港口 刚好看到一只被捕的大鲸鱼 那鱼眼神充满着祈求 看着师尊希望得救 于是师尊一行人 就跟渔夫一行人谈价钱 但是他们以为师尊买不起 一直敷衍 对不对 然后最后师尊只能不断的 为那个鲸鱼念往生救 后来好像这个故事 就是说这个鱼呢 那个师尊没有买成 后来那个神明却告诉师尊 师尊放生了一条鱼 那师尊很奇怪 说这个鱼都没有买成 为什么算是放生一条鱼 虚空中的神明告诉师尊 说师尊有为这个鱼念往生救 就是一种放生了 好还有这个丹末 黄如轩 Sabrina Jen 那大家不断的在问候 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两篇的故事 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说 故事的结果是弟子没有听到师父的建议而遭殃 所以师尊很多事情你要问答案吗 那师父又不能跟你讲答案 有些事情他是冥冥之中有因果 师父只能用暗示的 所以呢 聪明的人家讲一句 他就这个师父讲一句 他就依教奉行 有时候也不需要问原因 越问原因 越没有办法讲 就不用 不需要去问了 直接依教奉行 会比较快 事后他就会明白 这个所以这个弟子是非常可惜的 难得能够遇到师尊 又难得师尊给他一句话 但是呢 没有珍惜 师父给的话 所以师尊呢 他在每个星期六的开示 对不对 你要仔细再去回忆 再去回想 师尊讲的每一句话 真的非常的重要 给大家帮助 同本说 认诚说 师尊的说的一定照做 对啊 很棒 这都是圣弟子 风铃颂 MG花东 那是大鲁鱼 不是大鲸鱼 对 你要记得 对 炸鲁鱼 黄雨璇 一归一听话 照做物质鱼 对不对 Catty Branagh Ronathan 有听过河豚中毒的新闻 以心说 应该是说 一般做生意的人 他不会想的很多 只要东西卖出去 赚到钱就好了 对不对 要宰杀 河豚 执照的厨师才能处理 哇 同个都很专业 黄雨璇 丹梦 哎呦 对啊 上次说的好 一教奉行就对了 好 那在这个结束之前呢 还是要跟大家介绍这本书 随心所悦 这个随心所悦 这个因为是自拍所以倒板的 诗之的诗 你我就是流浪 我先念一遍给大家听哦 自然就是这样 云尘厚厚时 雨丝 下雨淡一丝一丝的 雨丝就开始晃 阳光开始露脸 大地就是一副清新的意象 快乐时也掉泪 痛苦时也掉泪 就是掉眼泪 泪水只是一种象征 那会使人的脸颊更亮 觉得人的心始终像连移 水 湖水的涟漪 泉泉的涟漪 觉得人的心始终像涟漪在荡漾 一切无法言喻 也不用多做解释 因为你我就是流浪 就算有抑郁 就是有忧郁 就算有灰尘 快快把他埋葬 这首诗非常的短 你可以想到说 师尊在看大自然的风景 对不对 那云尘累积到很大的时候 那个雨就湿湿的在掉 那阳光露脸 大地就是一片清新的气象 师尊可以看到这个宇宙的大自然的变化 一下子阴天 一下子晴天 又阴天又晴天 那就是感受到人生 快乐也掉眼泪 痛苦也掉眼泪 泪水只是一种象征 那泪水却让脸颊更闪亮 他告诉你说 有这一些人生有这些变化 其实也不要害怕 也不要犹豫 那只是让你的生命更加的闪亮 去面对跟接受就可以了 所以他觉得人的心始终像涟漪在荡漾 人的心变来变去 那湖水很平静 突然丢了一颗石头 湖水就涟漪就转圈圈 人的心也是像那个湖水在转圈圈一样 一切都没有办法去解释 无法言喻 也不用去解释 因为呢 师尊讲 你我就是流浪 你看从这里沿路走回去 你会记住哪一个家 哪个招牌 那你旁边哪几台汽车经过 哪几台汽车经过 哪几个行人经过 你不会记住 因为那个就是流浪 流浪看过去 就是转眼 如过眼云烟一样 那所以就算有忧郁 有抑郁 有灰尘 也赶快把它埋葬 就算你很难过的时候 你想到说人生就是流浪 一下子快乐 一下子又忧郁 有掉眼泪 却能让你的脸更加光亮 所以呢 把那些垃圾都清掉 就是一种闪亮 那这首诗 我简单的解释一下 我们再来念一次给大家听哦 你我就是流浪 自然就是这样 云层厚时 雨丝就开始晃 阳光开始露脸 大地就是一幅清新的异象 快乐时也掉泪 痛苦时也掉泪 泪水只是一种象征 那会使人的脸颊更亮 觉得人的心始终像涟漪在荡漾 一切无法言语 也不用多做解释 因为你我就是流浪 就算有抑郁 就算有灰尘 快快把他埋葬 你看诗珍的诗 是不是很美啊 你们参加了读书会 听了诗珍文集的故事哦 那我知道我们都是很喜欢这个文学 诗珍的书里面有文学 有佛法 有他的意境 有他的心境 那你的心也正在熏陶 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写诗 来熏陶自己 也跟大家分享 对不对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哇 恭喜杨师兄上来了 还有这个有泰文的 脸书的泰文 已经说说明了 人生就是这样子 要怎么样存在 还是自己 所以你可以看到诗珍告诉我们的 里经书 城市如潮如水 江佑 每天听上师念的诗 都觉得自己出之大业 很没有文学祭史 没关系哦 这个多看 然后你慢慢就会感受到 Joseph Lee 还有江佑 东梅 诗珍的书百看不业 Angeline 黄雨璇 Suzangia 还有Alvin 还有要多看师尊文集 我们节目最后来 大家一起跟师尊唱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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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读书会 那我跟大家呢一样的开心发心充满 这两篇文章讲到这个老鼠鸡鸡叫 还有呢这几天不要卖鱼的故事 师尊本着慈悲的心来度所有的众生 就算是汉人的老鼠师尊也想要放走他 只要他不进来屋子 后来还是情况猜神的土保鼠 对不对把他们赶跑 还有这个卖鱼的故事 师尊在鱼是长 还是在超度终身 只是弟子没有争取 所以看了这个故事 我们更要争取师尊的教导 对不对 还有这个诗 你我就是流浪 人生有阴晴 远雪就像月亮 有圆的有一半的 对 那那个高兴也掉眼泪 痛苦也掉眼泪 到最后呢 人生还是流浪 赶快把垃圾丢掉 嘿嘿 希望大家今天听了师尊的文集故事 所有的人垃圾都抛光了不见了 感谢师尊 给师尊 祝咪 爱座鱼 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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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说明后天又要变天保笑一跳 对啊 明天晚上台湾地区的天气会变冷 如果你是在台湾地区 麻烦晚上要多加厚衣服 或者加厚脂肪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 连上我们文集网络直播 读书为大家再见